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水是生命资源,几乎任何的生物都必须依靠水分来生存 我们可以三天不吃饭,但是却不能做到三天不喝水 这足以表明水分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随着人们养生意识的不断提高,大家对水的质量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看重了 毕竟大家每天都在喝水,如何健康饮水才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在前段时间,关于水只有16小时保子期的这个说法 在网上的疯传,有一些人认为水超过16个小时以后就会过期了 经常喝这种水就会很容易诱发癌症的出现 这个说法究竟是真的吗? 其实瓶中的水会出现过期的现象,这并不是真正的过期 事实上有一些时候过期的瓶中水也比一些河流的水还要干净呢 但是瓶中水之所以容易遭受到一些污染 是由于瓶中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密闭的系统 盖上瓶盖之后,瓶中的水不会被蒸发 额外接着水也不会进入到瓶子当中 由于瓶中的水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稍有生物进来的话就很容易导致瓶中水遭受到污染 另外若是长时间不关瓶盖的话 空气中的微生物也很容易进入到瓶子里 这就可能导致污染水的资源了 从饮用水的卫生角度来分析的话 放置时间过长的水最好还是不要再去喝 因为不卫生 这也很可能遭受了一些微生物以及细菌等物质的污染 当然若是密封的水放置时间久了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瓶装矿泉水在还没有打开之前 不止可以放16个小时 甚至可以放几个月几年都没有问题 当然仍然存在保质期并非是无限期 而且若是大家已经将瓶盖打开来了 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尽早的喝完是最佳的 那么你是否知道有两类水经常喝很可能是在喂着癌细胞呢 这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清滚水或者是隔夜水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一种就是温度过高的水 有一些比较热爱养生的中老年人 每天都可以说是保温瓶不离手 而且他们也会讲究趁热喝 但是滚烫的水却会容易对口腔和食道带来一定的损害 若是长期饮用超过60摄氏度的热水 食道粘膜就会不断的遭到刺激 此时会使食道粘膜增生 时间一久就会容易诱发食道癌的出现 所以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水温 千万不要饮用温度过高的水 第二种就是没有煮沸的自来水 由于自来水都是经过氯化消毒处理过的 而且在此处理过程当中 一般会分离出13种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其中的铝纺、卢化精等物质 有着非常强的致癌效果 若是常去喝这些没有煮沸的自来水 就很容易增加止肠癌的癌症的发生风险了 不过当水温烧到144度以上之后 其中的这些有害物质 就会随着煮沸之后的蒸汽蒸发掉 所以小编在这里非常推荐大家 一定要相将水煮沸后才喝对身体才是健康的 我们要如何健康的饮水呢 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要时不时的喝水 也就是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了才喝水 感到口渴时这已经证实了说明 身体里的水分缺乏已经比较严重了 在没有感到口渴之前就一定要适当的喝水 此外大家一定要达到充足的水量 每天的摄入量最好摆持在1500至2000毫升 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出汗情况调节 并且不要一次性大量喝水 可以分为多次少量喝水 这样喝才会对健康带来比较好的益处 有些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比如肾衰竭心力衰竭等问题的朋友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饮水 此外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 饮水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茶叶 茶叶当中还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和活性物质 能够增强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不但可以养护身体健康 还可以延缓身体衰老呢 而水是生命资源 万物离不开水 适当多饮水 可以增加细胞活性 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 帮助改善身体素质 所以不管是百开水还是茶水 大家一定要适当的健康的去饮用 让身体补足水分 这样才可以达到健康呢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明晚见